伊朗媒体 美国才是全球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根源 文章提到 峰会声称围绕抵御威权主义打击贪污腐败 和促进尊重人权三个主题征求意见 但上述主题并没有在美国实现 巧合的是 峰会举办之际 正值英国高等法院推翻先前裁决 允许美国引渡揭露其战争罪行的 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阿桑奇 长期以来 阿桑奇没有因为提出侵犯人权的问题 受到赞扬和奖励 却因公开这些问题被华盛顿盯上 成为被惩罚的对象 暴徒冲进美国国家立法机构 随后发生的骚乱中 有警察死亡 还有人员受伤 暴徒甚至叫嚣着要枪杀南希佩洛西 绞死麦克彭斯 一员躲到桌子下 或四散奔跑逃命 这样的场景在一个极度专制的国家都很少见 却在美国的首都公开上演 关键是 至今有一半的美国人仍然认为选举被操纵 选票被窃取 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在一个强烈反对美国霸权的国家 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这一事件会频繁出现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 此外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此前的数据 一个典型的白人家庭净资产达171,000美元 而非人家庭的净资产仅有17,150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 当极少数拥有大量财富 而大多数人拥有极少的财富时 美国肯定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民主国家 文章最后指出 国际社会普遍同意 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冒险主义行为 使其成为全球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根源